原来投影仪里面真的有显示屏 疯狂小某哥直播带货的投影仪 咱们开箱体验拆解 首先是主机 正面包了一层纱布 投影镜头 右面自动校正对其幕布镜头 是一颗小摄像头 背面有一张很大的散热窗 可以看到里面的铝制散热片 开关机键键 HDMI视频输入 USB输入 可以插U盘 看婚礼录像 我平时拍完婚礼录像呢 都是给新人一支闪迪的U盘 网线输入 电源输入 看一下负件 电源线 支持语音的遥控器 19V 6A的电源 接下来咱们开机联网激活 联网开机以后呢 直接显示菜单 设置 关于本机 内存为16GB 现在是开灯的效果 关灯以后的效果 画面比例呢 为标准的16比9 亮度为600流明 光学分辨率为1920x1080 接下来咱们拆解 看一下内面 后壳 上面有个遥控器 红外接手管 现在可以看到主板 3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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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出来 还需要拆前面 拆下面壳的所有螺丝呢 可以拿出机心了 前壳里面有一条排线 连接对焦摄像头 首先镜头下面 是它的光学对焦 步进马达 可以控制镜头前后运动 然后是一块小生压板 涡轮风扇 主板 上面是一组音箱 超多的散热片 WiFi天线 底部还有一组音箱 一条黄色的长排线 连接着显示屏 主板拿下 首先左上角 瑞玉的WiFi模块 是一颗小螃蟹 然后三星的闪存 往下是它的高性能 多核CPU 上面有个散热片 拿下散热片以后呢 可以看到是一颗 A2M的MSD6V358 它的多核CPU 以及GPU 这里还有一颗耐福的 数字音频放大器 也就是它的供放 两路输出 给两组音箱 两组音箱 扬声器 低音辐射器 它的被动发生耐员 背光照明生压板 电容35V 负责给背光灯生压 风支源的涡轮 散热风扇 12V 0.5A 好 断开排线延长线 首先抽出的是一张LCD 液晶显示屏 相对于普通液晶屏幕呢 分辨率要高一些 透光率呢 也高一些 显示屏前面是一张偏振片 可以减弱反射光 使影像更清晰 再往前是一张飞尼尔透镜 可以将光源点变面 平行散发 然后是一张45度摆放的 铝制反光镜 将底部的光源呢 反射给透镜 底部有一颗涂透镜 可以看到LED发光体 放大镜 非常的厚 LED发光板 供电线上面串联了一颗 锅温保护开罐 超过85度呢 会自动断开 投出来的光呢 就靠它发说 显示屏前面呢 还有一张飞尼尔透镜 然后是反光镜 通过镜头 透出 底部还有两颗涡轮 散热风扇 结构看完 咱们裸机通电看一下 光源给反射镜 给飞尼尔 给显示屏 可以看到显示屏上面的内容 分辨率非常的高 然后给反光镜 给镜头 感谢观看 摇订阅